南投情境农场为了及时因应绵羊等动物会遇上及时紧急的情况 所以在春节前夕特别成立了妹仔小队 只要有绵羊受伤或是碰上任何的困难 这个小队就会出动来救援 毛茸茸小绵羊在草原进行奔跑 可爱模样让人融化 没有毛都来了 情境农场绵羊采用自然放牧 难免会被树枝石头割伤 工作人员在春节前夕特地组成妹仔小队 随时留意羊妹妹的状况 如果绵羊不小心受伤 就会像这样出动特制担架 或是替羊妹妹喷上天然的外伤用药 所以我们用担架把它保定的话 它比较不会移动造成二次的伤害 它有小外伤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用这个喷剂给它做治疗 让游客如果看到这种颜色的话不要担心 表示我们有治疗过就是一样 维护动物安全台中市也有守护鹅宝计划 鹅宝宝依位在鹅爸爸鹅妈妈身边 一家人和乐融融 台中秋红谷两队黑天鹅去年底产下12颗蛋 日前孵出了4只可爱的鹅宝宝 建设局不敢大意在岸边架设起活动式围栏 因为去年曾有鹅宝宝失踪 怀疑是被湖中攻击性鱼类吃掉 它有特别隔离 对所以刚好它在孵小天鹅的话会比较好 守护鹅宝计划会持续到鹅宝宝成长到一定的体型后 再把围栏拆除 避免新生命再遭受武端攻击 记者文威菲魏绍与赖文良南投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